哈喽大家好,我是陆宁 目前是我们EV联盟在Colona的负责人 可能你在Colona的一些春晚上见过我 我就是一个主持人,那我今天还是在客串主持人这个角色 因为疫情的影响,我们线下的活动就被改到了线上 也很感谢大家今天能抽出来时间上线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我就先大概讲一下今天的流程 讲座期间你们要是有什么问题呢 就直接在这个对话框里头,刚刚你们也打字了 就是这个对话框里头给我们留言 那我们会根据上面提到的一些问题 反正是尽量去回答大家 然后我们今天的讲座有两位主讲人 一位是我们公司的创始人来自多伦多总部 他是一个资深的加拿大持牌顾问 跟加拿大注册会计师徐润平徐顾问 大家可以叫他Paul就好 然后另外一位是我们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毅然 一顾问他来自我们哈法办公室的加拿大 也是一个加拿大持牌的移民顾问 他比较擅长大西洋四省的移民项目 那今天很有幸邀请到他们给我们大家一起来解析 我们的移民政策 然后呢我们就是等他们这个我们的移民讲座做完了以后呢 还有三个我们当地的美女嘉宾做客 我们今天讲座 他们分别是来自那个Songlife Schoolshare Bank跟莱克地产 大家也大概能猜出来他们是谁 他们会给我们分享一些关于保险啊 投资还有地产各方面的消息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往下一页看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EV联盟吧 EV联盟呢是我们一个总公司呢是在多伦多 然后我们在很多加拿大很多地方呢 都有现在都有它的分点 然后包括在中国也有很多的分点 那我们今天主要讲的一些话题就是 讲一下BCPMP 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BCPMP分非常高 然后今天也有一些来自BCPMP的一些学生想要了解一下 那现在分这么高的情况下 我们应该怎么做 怎么去应对现在这个情况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大家听到了一个沃沃沃的新项目啊 都很激动 就是说RNIP那边的项目 就是说PINPIN第7的项目 都想去了解一下 那还有很多呢是我们普遍周围的 就是说一个陪同妈妈想要解决身份 可能是旅转学啊旅转工 大家都在想如果用一个什么最经济最有效的方法 去获得这个移民身份 最后一个呢我们还想讲一下大西洋四省的项目 好 接下来呢我就把话筒先交给邱 先交给雨晨是不是 帮我转接一下 帮我转接一下 话筒 大家好我是雨晨 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好那接下来呢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BCPINP的情况 首先要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EV联盟呢在加拿大一共有五个分公司 然后在国内还有三个办公室 所以呢这样子就是说是我们是致力于服务 加拿大就是各个省份可能的移民项目 给大家介绍出来 可以看到我们有多伦多 哈法 温尼泊 布兰登 科隆纳都是在加拿大的办公室 然后我们在国内呢有北京 台湾和香港的这个服务点 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看一下 BCPINP的一些最新 根据最近的这个打分系统啊 还有一些情况我们来给留学生们的建议 首先啊BCPINP呢它是一个打分的项目 那在BCPINP的技术移民里面来说的话 它的打分一共分六点 其中呢申请人自己主要是有三点是通过申请人自身的条件 就是来打分的第一个是关于申请人的语言成绩 第二个呢是申请人的工作经验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申请人的最高学历 这三项是申请人自身来决定的 除此之外啊还有三项是所谓的在加拿大这边的雇主 也就是说申请人能找到的工作来决定的 第一个是收入水平也就是年薪 那么第二个呢是区域差异 就是说你所工作的地点属于在哪个区 最后一个呢就是工作岗位 也就是你所从事的工作职位是属于OAB什么类型的 比如管理类啊还有是这个入门级别的啊 这样子的我们首先啊先看一下 打分来说呢BCPINP的满分是200分 然后我们看到3月10号最近一次刚刚抽取了分数 这个国际留学生他的要求是 他的最低抽上的分数是106分 那么国际留学生加上1亿的这一个是要110分 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就是说换句话说一个留学生他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 才可以得到这样的分数呢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简单预估的分数来看的话 首先如果说国际留学生自己取得的最高学历 是这个本科学历就是你显示的BA本科学历 那么如果他找到的工作只是一个B类的工作 也就是说是属于一个基础类的工作吧 然后他的英语需要达到CLB9 也就是说雅思的话就相当于是说听力要达到8分 然后其他三项不能低于7分 这样的一个程度才可能得到106分这样的一个水平 那下一个我们来看的是MA 也就是说如果是有硕士或者是博士的这个硕士以上的学历吧 然后也是如果找的是B类的工作 那么这个时候呢 英语要达到CLB8的水平才可能得到 这个106到110分这样的一个程度 那接下来呢 如果是说英语不是很好 但是找到的这个工作的职位是高一些的 是管理类型的 也就是同样的道理 如果是本科生找到了管理类型的 那他的英语呢 是需要达到这个是需要达到CLB7的水平 那如果是说硕士博士 而是CLB6的水平 那么具体根据每一位同学 就是说自身的这个英语成绩啊 包括自己的学历啊 还有在加拿大累积的工作经验啊 以及所找到的这个雇主可以提供的工作职位工资等 如果大家想了解到自己具体的分数呢 那么我们可以就是有问题 可以在这个讲座结束之后联系我们 然后会可以进行一对一的咨询 给大家进行更详细的评估 那么我们刚刚说到这个BCPMP 刚才的分数我们看到是非常高的 目前来说是很高的 那除了BCPMP之外呢 就是大家之前也是听了很久的 Wernand的这个北部乡村试点移民项目啊 也是在二月的时候出来了详细的 无论是这个要求要打算系统啊 还是这个申请的流程都已经出来了 那它的第一步也是要求申请人 新找到一份全职工作 在当然是需要在Wernand里去找全职工作 然后呢第二步就是说 获取Wernand这边这个省政府 不是省政府 Wernand这边的当地移民部门给推荐的这个社区移民部门 申请下来的推荐信 那拿到推荐信之后就可以申请移民 简单来说是这三个流程 那么具体的呢 对于申请人有自己的要求 就是英语最低要达到CLB5的要求 如果是说做的是这个管理类的啊 那还需要达到CLB6的要求 更高的要求 然后呢需要进行一个ECA的学历认证 当然对于在加拿大当地完成学业的同学们来说 是可以免除这个学历认证的 那对于雇主来说 就是在找工作的时候一定要确定雇主是需要满足以上的条件 才可以是符合要求的 首先要在加拿大境内成立5年以上 并且在Wernand地区至少运营2年以上 假如说雇主达不到这样的这个一个运营运营的要求呢 就需要雇主必须要在Wernand当地有超过20万加币的投资额度才可以 那么对于员工是要求雇主 必须要有至少三个或者以上的加拿大身份的全职员工才可以 找到工作之后呢 是把这个申请是 因为这个是社区内的申请 就是提交到社区的申请里边去 之后会有社区移民部门的人员单独的就是给申请人进行面试 如果面试通过之后得到推荐信就可以直接递交联邦的移民申请 那么这个对于这个Wernand的项目也是一个打分的系统 具体的分数要求啊等等也是欢迎大家 就是感兴趣的朋友们会 会在之后呢就是单独和我们进行咨询 然后我们可以根据你的具体情况给出一个评判 那么目前来说要求是要得到65分以上才可以 才可以符合这个RNMP抽上的最低条件 现在呢我们就是刚刚简单的说了一下 BCMPP和Wernand的这个北部试点项目 目前来说这两个项目的要求还是比较 就是分数要求还都是蛮高的 那么留学生还有没有其他的移民方案呢 当然是有很多方案的方法一呢是通过CEC 也就是说加拿大的工作经验来走一亿联邦的快速移民 那么这个对于申请人来说的几个要求 一个是要在加拿大境内要工作满12个月累计一年的全职工作经验 然后英文成绩呢它就是说最低的分数当然是 只要是对于加拿大的工作经验来说的话 只要CLB5分就可以 但是因为我们知道E的分数也是非常高的 那至少目前来看EAS要达到一个8777的水平才是有可能的 当然就是只是这些的话分数还是远远不够 还需要有所谓的雇主支持 也就是所谓的做一个LMA才可以 这是方法一 那么方法二呢 我们是可以有的有的有的同学 如果是就是有更高的在学历上有更高的追求呢 可以考虑通过读一个研究生之后申请移民 那目前来说安省和BC省是都有研究生移民的政策 那我们先说一下BC省呢 BC省呢它目前是 只要是在BC省内的大学完成就是说研究生的学习之后 当然它是有一个指定的专业要求 只有是理工科的才可以 它也有一个具体的这个学校和专业的列表 那么只要完成这上面的研究生的学习之后 就可以直接申请研究BC的省提名 然后这个是是就是比较比较容易比较快捷的一个方法 那如果是说在如果是说你学的不是理工科的专业 那比如说是一个文科呀商科的 那么可以考虑到安省来读一个研究生 之后再申请安省的研究生的省提名 但是因为安省每年毕业的研究生非常的多 然后名额有限现在就是所谓的存在一个抢名额的这个这个这个难点在里面 这是安省这边和BC的这个这个两个方案的对比 那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可以换一个省份 因为加拿大就是有很多省 每个省都有自己不同的这个省提名的计划呀 包括有一些可能相对偏远一点的省份 他有很多这个工作他会有更多的工作机会 包括移民之后呢你可以自由的迁移 那么我们在最后呢会有毅然就是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 AIPP也就是大西洋四省的一些省提名的计划 还有一些方案可以供大家参考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Paul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嗯因为我刚刚介绍的是留学生在加拿大的一些移民的方法 那么接下来会有Paul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在当地的陪读家长或者是呃在加拿大访问的这些人是他们如果是感兴趣 已经会有哪些途径 OK好谢谢雨晨我说话大家能听能听到吧 哈喽我说话大家能听到吗 OK好好好啊 谢谢雨晨啊 刚才雨晨给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留学生在加拿大 尤其是在BC省读书 毕业之后有哪些方法有哪些办法可以拿到最后的移民身份 那么我相信呢大部分人可能是大家都知道啊加拿大呢 其实真正的移民的这条路径呢有很多种 刚才雨晨也提到了加拿大每一个省份都有自己本省的移民政策 那么加拿大一共几个省啊 10个省加3个自治领 一共13个区域 这13个区域呢除了Nunavit以外 其他12个区域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的提名计划 那么我们就算每个区域有5个提名计划 那么12乘以5就是60 加上联邦的我们说大概5到10个 加在一起有60到70个移民项目 那么这70个移民项目 并不是每一个项目都适合任何人 但是也不是说任何一个人找不到一条最适合他的移民途径 那么今天呢我们我主要会给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陪读妈妈们在加拿大 或者陪读爸爸们在加拿大 有哪些可以拿到身份 或者是能合法在加拿大生活的处境 那么目前陪读妈妈呢在加拿大呢 基本上是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呢就是大家 我相信如果在加拿大境内的很多人 目前为止支持的是旅游签证 那么旅游签证呢第一种就是旅游签证 或者旅游签员签 那么旅游签证呢顾名思义就是 你只能来到加拿大就是在你的护照上贴的那张小签 那张就是允许你在加拿大生活不超过183天的这种小签证 那么旅游签员签呢是在你183天到期之前 递交出去的一个VZ record extension application 也就是我们叫做VR 那么另外一种途径呢当然就是很多人更愿意做的就是工作签证 或者是企业家提名直接拿到身份的这样一个项目 那么首先我们先看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啊 首先第一旅游签证每次入境只可以待六个月 当然这六个月你是可以续签的 那么每到六个月之前在过期之前 只要递交了续签申请就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就等待到移民局给出最终结果 那么在你持旅游签的加拿大期间 有没有任何的医疗保障或生活保障吗 那么答案其实是没有的 不能说没有啊 如果任何一个人有自己的就是假如说我们叫做这种商业保险 那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很多人如果是没有商业保险 那么加拿大政府对你对任何一个持旅游签的加拿大生活的申请人 是不给有就是不给予任何的生活保障的 那么第三点是投资限制 我相信大家信息很多人都知道啊 包括等一下我们会有我们local的就是地产专家 也会给大家多讲一些关于说如果你是旅游签 你在投资的时候是有哪些限制 比如说买房啊 比如说做一些投资啊做没有出放的呀 或者是买股卡的投资有哪一些经济上的限制 或者是有一些额外的这个税务的支出等等 那么这是旅游签 那么工签呢 首先工签呢会有一个最好的一个一个福利吧 就是申请人或者持有工签的申请人 在加拿大可以长期居住 因为有些时候工签一般是给两年 那么两年之内的加拿大居住是完全合法的 正常出入境再回来也不用担心在海关被问到说 你是不是过来怎样所以就不让你入境呢 这种情况也是不存在的 另外一个是持工签的申请人 在加拿大享受 加拿大公民同样享受了待遇的这个所谓的我们叫做医疗待遇 那么持工签的申请人 他的子女如果就读当地的公立的小学初中高中 他们当然是免费教育 这也是一部分申请人为什么要换工签的原因 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当然就是我们刚才说 有免费医疗的机会有投资的机会 比如说你投资买房也好 那么在前期你交的这个外国人买家税 那么未来是不是可以退返呢 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个最后呢 我们会让我们的地产专家 这边来给我们进行一些简单的这方面的一些分享 那么最重要的是持工签的申请人 他最终可以凭在本地的工作经验 最终能够拿到加拿大的移民身份 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路径二就是如何申请工作签证 那么申请工作签证呢 其实主要是分两个途径 那么我们今天先讲企业家提名 我最后再讲企业家公签项目 那么这是两个不同的项目 我们先来看企业家提名项目 那么企业家提名项目呢 是加拿大基本上每一个省都有的 我们叫做企业家移民项目 很多人呢会把它理解为就是投资移民 其实它跟投资移民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那么企业家移民项目呢它的申请流程 大家可以看PPT上面这张白字啊 它是分这么五个流程 第一先递交投资计划书 当申请人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 递交投资计划书 要满足什么条件 等下会给大家展开了讲 那么投资计划书被省政府阅读審理 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投资项目之后 省政府会给申请人颁发工作签证 工作签证呢一般是两年的 这两年之内 申请人要在商业计划书规定的范围之内 投资创办企业 创办企业成功之后 向省政府去申请省提名证书 拿到省提名证书之后 最终可以递交联邦移民申请 那么整个流程需要多久呢 整个流程大概需要四年的时间 为什么会这么久 因为从创办企业到申请省提名证书 这段期间是两年的时间 那么它有什么具体要求呢 BC省呢是一个 对这个项目呢 它有两种途径 第一种途径呢就是普通的企业家移民项目 那么企业家移民项目普通的是什么要求呢 就是申请人的个人净资产不得低于60万加币 投资建立的企业不得低于20万加币 投资的企业不得低于20万加币 那么60万的个人的净资产呢 是包含你的股票啊 你的房产啊 你的现金啊 有价证券 栽在一起总额不得低于60万加币 那么这是一个难点 我相信对于中国大部分申请人来讲 开句玩笑的话说就是 把加一个厕所卖了 可能都够投资四五次的 那么为什么很多人还是不走这个项目呢 原因是个人净资产的60万 不是达不到 而是通不过审核 什么意思呢 省提名证书 在省提名整个申请过程中 省政府会对每一个申请移民到企业家的家庭净资产 进行我们叫做Due Diligence Test 也就是中文叫做禁止调查 他要审核申请人名下的所有的财产 要清除清晰明确的看到所有的财产 是正常的途径 也就是并非非法所得 换言之就是要审查过去 从你赚第一桶金开始 到今天你攒到这60万加币 或者是更多的钱 你有没有 例如说有没有缴纳税务 是不是正常途径所得 是不是经商所得等等 这是我们叫做Due Diligence Test 要进行一个非常严格的筛选 然后这个是第一个条件 然后在你的投资计划书里面 要提到你愿意投资最少20万加币 那么是不是就够了呢 答案不是 要经过EOI筛选 什么叫EOI筛选 是EOI制度 那就是一个打分制度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清楚 目前为止 加拿大所有的提名项目 包括大部分的技术类移民项目 全部是打分制 那么会根据申请人自己的过往的工作经验 经商经验 学历 语言能力 以及他的个人净资产总额 和来加拿大投资项目的投资额 综合打分 那么目前为止呢 加拿大这个就是BC省的企业家移民呢 满分是200分 他要求目前为止 EOI的最低提挡线是115分 那么这个要求其实已经很高了 所以2019年整个这一个年度 BC省政府仅仅筛选了200名左右的申请人 那么这200名 他是让让这些200名的人 递交商业投资计划书 这里面会筛选合格的人 给他们工作签证 以及给到他们最后的提名证书 那么是不是每一个申请人进到成功的被邀请去递交移民 就一定会收到最后的提名证书呢 那么答案不是 这个项目其实刚改革也没有很久 所以目前为止也没有特别多的人 是完成了整个投资计划 最终拿到省提名证书的 那么这是普通的企业家提名 那么大家很多人都会知道 其实在BC省呢 有一个我们叫做regional pilot program 就是偏远地区的投资项目 那么偏远地区的投资项目 我刚才说的所有这些 申请条件同时存在 但是为什么偏远地区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个人净资产和投资要求都会相对降低 个人净资产只要40万加币 投资额度只要10万加币 最低只要10万加币 但是并不是你投资10万一定会被筛选 一定会被邀请递交移民申请 原因是它是EOI制度 也就是说你愿意投资10万 但是如果别人愿意投资18万 甚至另外一个人愿意投资25万 那你投资10万 就没有任何竞争力 所以整个企业家提名项目 大家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为 就是一个竞标项目 我竞标的商业项目 无论从投资额度 还是从个人净资产上面来看 比别人要好 那你就会被筛选到 那么别人如果比你好 那你就可能筛选不到 所以它算是一个这种竞标项目 那么我刚才说的 这是企业家提名项目 那么企业家提名项目目的是为什么 是拿什么 是拿工作签证 最后创业积攒工作经验而拿移民 那么也有些人问说 那我可不可以不走这个项目 直接获得公签呢 也可以 加拿大申请公签有很多种方法 那么根据我个人 还有我们像我们说 亦然亦顾问 包括刚才给大家介绍 BCPMP的李宇晨 我们大家过往的工作经验 我们有一个 我们总结出一个新的项目 这个项目是什么呢 叫做企业家公签项目 这个项目对申请人的要求特别低 首先第一 申请人需要在加拿大收购一家企业 或者入股一家满足条件的企业 那么这个企业 是不是像BCPMP企业家移民项目中要求的 最低不得低于20万 或者不低于10万 这样子的要求呢 答案是并没有这样子的要求 你只要收购一个满足要求 什么样的要求呢 是经营规模一些要求 而不是投资规模的要求 只要这家企业过往两年三年一直在运营 这家企业有目前正在走 就是已经在APP就班的在运营的这么一家企业 只要申请人收购50%或50以上的股份 就达到第一个基本要求 那么达到基本要求之后 申请人就可以申请工作签证 凭什么申请呢 凭他就是这家公司的大股东 来申请免LMI的工作签证 那么拿到工作签证之后 这个工作签证其实本身 它是我们叫做closed 就是封闭式工签 那么工签上会只允许申请人 在申请工签的这家公司来工作 那么这样子的工作呢 能不能积累工作经验呢 理论上答案是不能 原因是什么 因为你属于自雇 因为你是在给自己的公司打工 所以你是自雇 但是你的PAYL可以获得开放式工作签证 那么换言之 你也可以让PAYL去买企业 你在加拿大持开放式工签 持开放式工签之后 在加拿大凭借开放式工签 所积累的工作经验 可以申请移民项目 可以申请省提名项目 那么走哪个省的省提名呢 那要根据申请人自己的语言能力啊 过往的工作经验啊 以及每个省在此时此刻的移民项目的一些基本情况 来进行最后判断 那么我们大部分申请人呢 都会拿到开放式工签之后 去到大西洋省份 目前为止看呢 加拿大很多很多的移民项目呢 要求都是英语越来越高 那么BC省和安省 那当然不用说了 大家都知道 这是所有人都想去的地方 无论是天堂也好 还是大家觉得这个生活质量更高也好 那么很多肯定很多人愿意 往这两个城市走 所以它的移民项目要求越来越高 那么很多人为了避开这两个省 会选择草原三省 就是中部的三个省份 或者是海洋四省 那么草原三省当然有它项目的优势 但是草原三省呢 很多人会觉得说啊 好冷啊 这个地方可能不太适合我们 我们在BC待惯了 这些地方真的太冷了 完全没有办法忍受 那么所以我们今天我们 我们邀请了易燃呢 从大西洋来的 易燃给我们更多的讲一下 大西洋这个四季如春的省份 它的移民项目 易燃交给你 依然稍等啊 我把你的麦克风给你打开 好了 易燃交给你了 哈喽 谢谢谢谢Paul 大家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我可以 OK好 首先非常感谢邀请做一次线上的讲座 然后首先大家在BC的朋友保重身体 这是第一位的 接着这个之前Paul的这个话说 我们主要介绍一下拿到工签之后 如何在大西洋省去快速完成一年 听过之前的这些项目分享 到了NS之后 你们会觉得很多情况下 觉得我说的是不可能的 因为为什么到这是这么简单的 它确实是要比其他省份容易很多 所以我们省 就关我们省而言 就加大西洋市场来说 是有9个移民项目 所以我今天是挑出来了两个 最适合陪读家长在加拿大的一个情况 那么第一个我介绍的就是 我们省的快送到加600分 这个项目因为比较好理解 因为大家应该已经比较了解 快送到打分这个系统 刚刚接着Paul介绍的 陪读妈妈拿工签的一个方式 那么如果我们已经拿到工签 这个工签如果有12个月以上 那我们就可以来到NS省 在工作种类在NOC0AB之中 找到一个工作 在我们省工作12个月 刚才像Paul说大部分省份 是在走各种项目的情况下 都有EOI打分 像BCPMP有打分的这种机制 就是我们NS暂时是还是没有 所以我列出来的屏幕上的这 一二三四个条件 有两个语言其实是重复的 这四个条件是基本条件的情况下 就能给你的EOI加600分 EOI系统大家都知道 它就是根据你个人的语言 教育经历 工作经历 年龄 给你在EOI池子里面打一个分数 这是联邦的快送到系统 然后每个月会最少两次 最多五次进行一个抽签 然后政府会公布一个最低分 如右图所示 如果你的分数是435分 那么你在NS省 如果有一年的工作经验 你就可以加600分进去 就变成了1035分 就能基本上是百分之百 确定你可以去通过快送到 拿到移民 而我们省现在暂时没有要求走 意义快送到经验类移民 需要在我们省 也不需要在我们省 而工作经验只要在0AB之中就可以 也不需要跟专业对口 所以说对于陪读家长来说 如果拿到工签 来到我们省走这个项目的话 只需要有一年的工作经验 工作经验在NOC 0AB 如果是在B类工作的话 英语只需要CRV5 相当于阅读的4 其他三项是5分 如果是NOC 0和A的话 那么CRB是CRB7 就是亚斯基类4个6 这样的一个条件 听起来应该是第一 之前的其他省的项目没有容易很多 然后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省的生活的条件 在我们省基本上我们一直说是 加拿大第二暖和的省份 如果没有来过的朋友也欢迎先 可以 你们修旅游签证可以在加拿大境内随意去旅游 也可以先来参观一下考察一下 然后接下来我会介绍一个比较热门的项目 就是2017年推出的大西洋试点项目 最初这个项目只是一个三年的试点计划 那么现在延期到2021年的12月 我这标的结束也是一个暂时的一个结束 有可能到2021年的12月份的话 它有可能还会延期也有可能会变成一个永久性项目 这个我们现在是不知道的 大西洋试点项目 这个项目其实是一个联邦项目 它联邦项目指定到大西洋四省 它是一个雇主类项目 是为我们工作的 所以说联邦为了吸引更多的优秀技术人才 太直接了 确实因为很多客户直接的正面反馈 所以说政府为了吸引优秀的技术人才 来到我们大西洋四省来工作 所以这是联邦推出的一个帮助 我们大西洋四省雇主的一个项目 所以整个项目它的推进流程其实是由雇主来主导的 那么作为一个申请来讲的话 如果你拿到了一份工作offer在大西洋四省 那么你首先可以在官网上查到 这个雇主是不是大西洋试点的指定雇主 对于指定雇主的要求 它只需要在大西洋四省有两年以上正常经营的 这么一个要求就可以去申请成为指定雇主 当你拿到一个指定雇主的offer之后 你第二步需要做的是安置计划 安置计划是由我们省的两个非应兵性机构来主导的 旨在为海外技术人员安置在大西洋四省提供一些便利的服务 比如说上学配偶的工作甚至是免费学英语 这个并不是一个移民局的面试 它只是一个安置的一个帮助 在做完安置计划之后 可以同时可以拿着offer和安置计划书 同时一起递交省认证 认证这个阶段的话 现在因为大西洋四省已经进行了大概三年左右 所以认证现在时间大概是两个月到五个月不等 这个认证下来之后 这个时候你就具备了所有申请AIPP的条件 递交联邦AIPP之后 整个审理时间联邦程度是六个月 所以我们现在预估总长应该顺利的话是十一个月可以完成 那么它对于申请人的要求是什么呢 申请要求非常简单 三年之中有一年的工作经验 这个工作经验是要在你找到的这个工作offer 要是relevant 要是有一定关联的 那么这关联性我们一般是用NLC code来匹配 教育背景的话是高中学历以上 语言能力最低要求是CLB4 相当于雅思基类的听力4.5 阅读3.5 其他两项是4.0 这基本上匹配了加拿大所有项目中语言最低的一个项目之一 然后这就是基本上只要是三年中有一年工作经验 然后英语是CLB以上 学历在高中以上 那么就可以说你基本上满足了大西洋试影的最低要求 当然就是根据你的工作性质 可能我们会做出一些更详细的评估 来确定在这个项目中的成功率 这就是大概的大西洋的一些比较适合陪读妈妈的项目 当然如果根据个人情况 像我说的像Paul说的 我们省我们整个加拿大是有70多个移民项目的 所以具体根据每一个人的具体情况 我们还要具体再分析每个人到底适合哪一个或者哪几种项目 然后我们再会根据这些项目去跟大家分析最对适合哪些项目去走 那我的环节就到这里 OK 谢谢依然 依然 我现在我刚才 我就是你在讲的过程中 我也记了一个笔记 我想问一下 就是从你刚才说的无论是AIPP项目 或者是刚才你说的这个NS省的快速通道项目 这两个项目其实不仅适合陪读妈妈 也适合这些在BC毕业 但是没有办法通过BC的RNIP 就是北部试点项目 或者不能通过BC的PNP项目而走的学生 也可以尝试去Novascotia找一份工作 他可以考虑走Novascotia的EE通道 也可以考虑走AIPP项目 我这么理解是对的是吗 对是这样 其实现实间段 像第一个我们屏幕上这个项目 它是从2015年的5月份就开始了 其实这已经将近5年的时间 已经陆陆续续有不少 从BC和安省过来的学生 特别是college学生 刚才像雨晨讲的BC P&P的满足的表格 实际上他最低要求写的是一个 我记得没错的话是Bachelor 所以是本科毕业 本科毕业需要CRB9 那么针对college毕业的学生 如果是college毕业的学生 那么完全就可以选择来我们省去工作一年 完成快速到加热百分这样的项目 OK 所以你刚才讲了两页的PPT 把我和陆宁想给大家讲的特别多的BC P&P 或者是其他各种好的项目 那两页的PPT就都给我们说都不好 对吧 你们想天气好项目好 那么大家为什么还要在BC呢 是吧 那么基本上我们的整个的项目 今天讲的差不多也就是这样 那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我们的整个讲座中有任何问题 大家也可以稍后在我们嘉宾讲完 我们比如说在BC省投资或者房产之后 也可以给我们提问 我和亦然会随时在线 等到大家我们稍后 我们大家可以再一起来讨论大家比较更感兴趣的一些问题 陆宁交给你 哈喽哈喽能听见吗 交给你了 能听见交给你了 OK好的 特别感谢啊 感谢泡依然还有雨晨 雨晨前面我没有仔细介绍他 其实雨晨原来呢也是跟我其实是同事啊 原来也是在我们BC办公室 然后他搬去了多伦多 然后呢他自己其实是一个非常资深的 对于BC省的项目非常了解的一个顾问 那大家对于BC省有什么问题啊 也可以去积极去问他 然后其实我这个项目听下来 反正总体来说呢 就觉得说BC省现在的项目 还是相对来说要求特别高 然后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很困难去走这些 去走这些项目 那我也看到Gavin还有Hannah在我们的留言区 有问到一些问题 那这些问题呢 我们会在我们的嘉宾演讲过后呢 给大家一一去做一些解答 我们大概有一个半个小时的时间 所以大家不要着急啊 如果在这个期间你又想到了什么问题 抓紧时间赶紧写好 然后发到我们的这个Zoom的这个group chat 在这个频道里头 那我看见了呢 我就会把它分配给各位顾问 让他们去给我们好好解答一下啊 接下来我想给大家介绍几位 我们就是比较local 我们当地的一些非常有知名度的女嘉宾 对 首先第一位啊 我们是先来介绍露露啊 他呢是做我们保险这一块 嗯 我看一下Paul能不能把那个切换到他的PPT 然后把指挥权交给他 让他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个 对保险这一块 好的 可以可以 陆 陆宁那我把PPT交给你 你可以看到吗陆宁 你可以看到吗陆宁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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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灵你能听到吗 OK 现在可以听见吗 你要把那个权限需要给一下 给一下露露 给到一下露露 给一下露露是吧 对 他要是给不到的话 他跟我现在在我办公室 可以给让他做我这讲也行 OK稍等啊 我找一下权限 她在 OK 她的视频已经打开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她盛世美颜 OK露露 你可以说话了吗 我现在 OK OK 大家现在能听到我说的吗 可以 OK OK 那我这边控制不了PPT 我应该怎么办 那我要把那个 PPT 那我把控制权给到露露啊 PPT 好 露露你可以开始了 嗯 嗯 我没有特别 可以听到了 我这边还是控制不了PPT 要回去地医 可以吗 回去第一 OK 好很感谢今天 首先很感谢 咱们EV联盟的邀请 就很高兴今天能借这个机会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个专业知识 然后我叫露露 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公司和我们这个团队 我是属于这个加拿大有名金融 熟悉我们加拿大有名金融的都知道 我们这是一个老牌的金融公司 然后也是当今世界最大的 这个保险和资产管理公司之一 我们资产现在截止去年年底 总资产管理已经超过了 这个一万亿家元 我们这个业务也是遍及 整个北美英国和亚太地区 如果是在国内有接触过保险行业 这一块的大家都知道 我们这个Sunlife是2002年进入中国 和咱们这个国内比较实力雄厚的 这个光大集团 组建了光大有名人寿保险 然后在加拿大 如果待的时间长的话 也会知道我们Sunlife是这个加拿大 企业团体保险和员工养老金市场最大份额 最大份额的这个公司 将近四分之一的加拿大家庭都是我们公司的客户 像这个比较大的企业RBC 还有这个UBCO都是用我们的这个团体保险 还有这个员工的养老金 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团队 我们是这个均衡资产管理团队 也是地属于这个加拿大永宁金融集团 我们团队有着这个十年以上的资产管理经验 然后在整个大温地区 还有奥格纳根地区 为这个中小企业家投资者 养生定做这种资产规划 然后过去三年也是在 Kolona,Pantayton,Lancour Island,Victoria 然后还有温哥华这边 举办了近20场的讲座 然后各个城市都比较受欢迎 我是咱们这个奥格纳根的地区的这个partner 对,然后简单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这边的业务范围 然后我们有这个家庭规划 养老规划,公司规划 那今天就是都不展开说了 我们今天主要是根据这个 之前我们移民的这边讲的东西 我们会着重讲一下这个旅游保险这一块 对,然后我们这个 这个旅游保险其实叫 又可以称为这个非居民紧急医疗保险 它其实包含两部分 一部分就是你生病 一部分是意外 然后是针对所有这个没有加拿大医疗卡的人群 然后 然后我们首先来讲一下 为什么要买这个紧急医疗险 刚才那个Paul在做这个前面的VT也提到 就是我们这个陪读的家长呀 或者是新落地的这个移民呀 他们其实都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加拿大的这个保障的 需要购买一些商业险 他刚才说的这个商业险其实就是这个紧急医疗险 我们下面可以给大家看一些数据 看完以后你就大概知道 为什么这个紧急医疗保险是这么的重要 首先这张图给大家看一下 是这个安省草原三省还有BC省的这个平均住院的这个费用 我们现在在这个科罗纳这边可以看见 倒是第二行 一天的这个注药费用是3000多 在整个国家不算是特别高 也不算是特别低 但是也是蛮大的一笔支出 然后如果说是普通病房是3000多 假如说是住院比较严重的话 这种重症监护室都达到8000多一天 对然后这边是一个挑了一个就是一般的医院 给大家大概看一下 非这个加拿大居民和这个没有健康保险的加拿大居民 大概的费用是多少 然后下一页这边是住院类的费用 其实都是比较多的一个这个cost 你们要过来的话 所以看完这些图 大家也大概知道 如果来加拿大的话 没有这些保险的话 对自己的这个经济上的负担 如果说有什么事情发生 对经济上负担还是蛮重的 我们这边就是有真实的这个案例 我们有客人就是在科隆纳家长父母过来 就是在这边来探亲 结果心脏有一点不舒服 做了一个小一点的手术 然后直接办套房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东西还是比较重要的 那我现在就给大家讲一讲 我们这边紧急医疗保险都有哪些类 然后哪一些属于 就是大家比较能经常看到的 然后哪一些你们能买 哪一些是其他的就是不同的类别 对主要是有三种 一个是访家的旅游保险 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陪图险 然后最后一项是这个加拿大居民出境的旅游保险 其实非居民主要就是看前两个 最后的那个虽然属于这个紧急医疗保险 但是主要是给这个加拿大本地居民的 然后访家的这个旅游险和陪读险 其实包含的东西都差不多 旅游险就是包含所有 就是基本上属于 只要是你过来加拿大 没有什么特别重的这个疾病 没有这个医疗的保障 你都是可以买的 但是它这个是有个最高额度 是最高能达到15万 然后价格也是根据这个年龄和保的不同 年龄限制没有特别高 但是如果说你在加拿大这边来是过来陪读 或者是如果是陪读父母 或者是你陪你的老公老婆过来在这边读书 只要是你这个陪的这个人 是全日子的留学生 或者是访问学者 你都是可以买这种陪读险的 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陪读险 其实这个陪读险是蛮好的一个保障 因为它一开始 就是最高就是能达到200万 而且它的这个价格也会比较低一些 每天2块08它是固定的 根据这个年龄和保额 根据年龄不同 它的这个价格是不会变的 但是它是对这个年龄和这个社会人群 是有一个限制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主要这个陪读的这个学生保险 大概包含很多费用 就是基本上只要说是你不是故意 比如说酗酒呀 或者是犯罪呀 这一类的 你基本上出的任何事情呀 不管是意外或者是生病 都是可以包含的 而且它这里边也会提供什么 救护车的费用呀 或者是医生的处方呀 然后假如说受保人住院 然后还会提供这个亲属的交通费用 如果有比较详细的这个 大家还有比较详细的问题 我们可以待会儿下来咨询我 然后这边就是刚才我提到的那个访家的旅游保险 其实跟那个赔图险的包含的东西都差不多 只不过就是访家的这个旅游保险 它比那个赔图险需要的 就是最高的这个保额只能达到15万 对 然后它的价格也是相对于赔图险会高一些的 然后简单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今天大部分来的都应该是这个非移民 就是在这边赔图呀 或者准备移民的 就是假如说你们不属于这种情况 你们已经是加拿大居民 要每年回国呀或者是去美国墨西哥玩的 也可以买这种旅游的取消保险 就像最近这个比较严重的这个冠状病毒 你比如说你现在要去欧洲旅游 已经把所有的机票全部都订了 那你这个费用的话 现在那边已经被这个旅游组织定为 世界旅游组织定为不能去的这个国家 尤其是意大利北部这边 如果你假如之前买了这个旅游取消保险的话 这些都是可以包含在里面的 然后里面还会有一个 这个500万的这个紧急医疗险 包含的东西也是跟刚才的那个 Travel的那个差不多 所以这个是根据这个本国居民的 对然后最后再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最近我们做这个旅游保险的时候 很多客人都在问 关于这个病状病毒 冠状病毒保不保 然后怎么保 我们现在目前来说是没有接到任何的通知 会不包含这个冠状病毒 假如说你买的时候没有任何症状 还是可以去包的 但是如果说你已经来到加拿大 我们是有一个等待期的 如果是不超过30天 是有个48小时的等待期 如果是超过30天 它是有个7天的等待期 但这个等待期它是只是针对疾病 就7天的这个疾病的等待期 如果是意外的话 这个还是包的 对 然后下来就是比较常见 我们平常客人问的这个问题 就是投保的时间日期有限制吗 一次买多少保额比较合适呢 我们这边是投保时间最长是365天 然后一般都是按照往返回程的时间来投保的 一次的话 因为加拿大刚才我给大家也看了 住院的话 严重的最多一天至少到7000到1万块钱一天 所以我们推荐的是至少投这个10万以上 但如果你属于这种赔毒的保险的话 那个就没有太大的区别 因为它至少起跳就是200万 对 然后还有一个大家 没有完不好意思 对 然后大家之前还问的比较多的 有一个就是乱性病 就之前我比如说我有心脏病 或者是有糖尿病 我这种是不是能保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是需要90到180天 根据这个你买的哪一类的保险不同 它有一个稳定期 而且我们推荐最好是在这个国内做好体检 就是备好这个体检报告 如果理赔的话 就不用你再回国去 再去找医生呀 怎样比较麻烦 然后那买旅游保险 大家会问啊 那需不需要检查身体呢 我们这边保险公司是不需要的 但是如果说 你一旦要理赔的话 我们是会回去查你的这个医疗记录的 所以一般来说 大家都不会跟这个医生 说说你这个疾病是 比如说你本来是一个月之前得的 然后你但是你现在跟我们说是 给医生说我是才得的 一般都不太会 所以保险公司对这一方面是没有要求的 当然也是需要你这个保险的目的是来 以凡忘医 以凡忘医 我是专门来这个加拿大看病的 对 所以这边主要就是我旅游保险的这些东西 如果说大家有问题的话 可以在这边 它是这边是有chat的 对 可以扫我的这个二维码可以联系我 对 然后感谢这个EV的邀请 我们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交给下一个这个 交回给陆宁 谢谢 好 谢谢陆朗 非常感谢你给我们带来我们很关注的问题 这是新冠的问题 我们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从线下赶到了线上 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或者想要再去单独去问他 可以扫掉他的二维码 然后到时候再去问他就好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 就要转接到我们下一位美女 我们local的一个美女 我们小蔡 财神爷给我们大家讲一下 关于理财方面 小蔡你在吗 没有在吗 我问一下他 要不然我们先把它切到 Joanna这边 Joanna你在吗 我看到你在 稍等一下啊 我跟他们联系一下 Joanna在的话 我们可以请技术部帮忙换到 Joanna是我们这边 来客地产做的非常成功的一家华人的地产 旁边是不是她的小宝贝 我看见你家宝贝了 我们可以把那个话筒交给Joanna Joanna你的话筒应该是已经ready的 好的 就问 panic 帮忙切一下它的包方 它是 你的 我吗 我有收拾手 这都 发给我们录音,她是她自己的,Joanna,你是不是自己,对没错,我是用ScreenShare,对,ScreenShare OK,那我把那,你怎么样子把呈现交给她,让她share她Screen 因为她用的那个比较高级,她用的Praise,然后上面还要自己去login这样子,所以我就说那给到她 还要稍等,我看吗? 怎么让 Joanna看看她的权显 ad 我已经把整个控制板交给你了 你可以控制吗 可以了 OK好 OK好谢谢 OK那我就mute了 交给你讲 好的 嗨大家好 我是莱克地产的Joanna 那我们公司的话呢 是在Kolona 当然我们也服务整个奥克纳根的所有的地区 我们的团队现在有九名地产经纪 然后有一名助手 所以我们可以帮这边的客人 去进行所有的居住地产和商业地产的买卖 还有租赁 那我今天呢就详细的介绍一下 奥克纳根现在这边的一个形式和市场 在这个奥克纳根城市群是温哥华和卡尔加利之间最大的城市群 那Kolona在加拿大的就业市场呢 排名越居了前三名 加拿大的前三名 在过去的一年中 城市的人口呢增长了2% 失业率呢反而有所下降 这样持续的成长和发展的话呢 使得基隆纳这个城市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小家庭搬过来 基隆纳呢也被评选为加拿大2020年最佳的这个地产投资城市 The best in investment city 我们是BC省发展最快的城市群 从2011年到2016年五年时间 增长速度呢是8.4% 赶超了全国平均速度的5% 那由于我们这边有这个温和的气候 丰富的物产 众多的高尔夫球场和酒庄 大白山滑雪场 奥克纳根湖 还有UBCO大学 所以呢使得Kelona在加拿大也非常的有名 那么最近几个比较新的趋势 还有发生的一些改变 一个是在今年的3月14号 这个加拿大 3月14号 加拿大央行呢在周三下调了这个基准利率50个基点 所以现在咱们的基点呢是1.25% 这个地方呢是加拿大 在过去从2007年到现在以来的这个利率的一个浮动 所以我们现在呢是在一个历史的低点 只有1.25% 这个是2015年7月份以来的一个首次的降息 我们已经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大的银行的利率 已经调整到了1.99%到2.5%之间 所以呢这会使得越来越多的第一次购房者和年轻人能够轻松的入市 那这个加拿大财政部也宣布在2020年的4月6日起 加拿大呢将执行新的按揭贷款的压力测试利率 所以加拿大的联邦政府将重新审视 这个贷款压力测试政策 对压力测试进行松绑 促使能够更加灵活的让大家能够贷到款 所以因为这个需求的增加 贷款利率的下降 还有有限的房源挂牌 那我们团队在2020年初看到的一个形式呢 就是说地产全面回暖 居住物业 然后商铺 办公室 厂房 仓库 包括商业土地 都在全面的回升 价格上呢有进行回升 然后这个买卖的成交量呢 也进行大幅的回升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表格里面显示的话 就是咱们的这个成交 Unit Salt上涨了8.97% 然后咱们这个独立屋的价格 上涨了9.82% 公寓的价格上涨了10% 联牌屋的价格上涨了8.95% 还有一个呢是移动屋 Mobile Home上涨了21.13% 那这些呢都说明这个整体的市场 较去年相比都进行了一个很大的回升 那现在的这个成交价 一般是要价的96.95% 所以说成交的价格还是非常稳定的 那我们也就是从刚刚 鲁宁的这个presentation就知道 Vernon这个城市福农 现在也是一个特别受欢迎的城市 那我们现在也有大量的这个海外买家 或者是希望移民的客人 来跟我们咨询Vernon这边的地产 那因为在2019年 BC省新实施的这个BCP&P 10万加币投资额的企业家的 这个移民试点项目 那Vernon呢 由于符合我想应该是六分高分的城市 那正在吸引着大量的这个想要移民的朋友 和海外买家过来 那Vernon这个城市呢 是没有海外买家税 没有空置税 没有投机税 所以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适合投资和自住的一个城市 在过去的十年中 我们可以看到Vernon这个城市的这个房价 都在不停的稳定的上涨 这里呢 是这个Central Oregon最近的这个形式表格 就是说咱们这个加拿大的市场 还是非常稳定的 而且很适合投资者 那我们这个团队呢 从Oaknagin今年的春季的地产反应来看 买家在经历过前年和去年的市场低谷之后呢 纷纷开始看房 基准利率的下降呢 更是帮助了这个年轻人和手组合房者 特别是100万以下的房子呢 现在非常的紧俏 那我们的建议呢 是在2020年长期以来 希望购房的朋友们可以节省开支 存钱购房 因为呢 现在有非常多的买家回来看房 所以如果说您看到合适的房子 一定要赶快下手去抢 甚至在温哥华出现了45个offer来抢一个房子 最后呢 180万的房子有240万成交的 这样的一个现象发生了 所以呢 大家在买房之前 可以先去咨询您的银行和贷款经济 拿到贷款的首付 这样的话呢 您就可以更加轻松 更加就是有信心的买到您心目中喜欢中的房子 那谢谢卢您的邀请 谢谢一位国际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 也欢迎联系我 这里是我的二维码 谢谢 好 谢谢周安娜 非常高兴你能过来参加我们这次的讲座 那我现在就把话筒切 你能把那个全线转移给胖吗 你可以一直开着视频 我这边已经可以controll了 好的 看一下 对,接下来就是我们可以回答一下大家在对话框里面提出的一些问题 那么这里呢,我先,我看到有人呢,陆宁你有什么要说的 没有,我刚联系到那个小蔡,然后他已经有上来 OK,好好好 要不要让他先把他那个讲了,然后我们在一块回答问题 OK,可以,稍等 我要给他打个电话 因为他之前11点的时候他又联系我 OK 他正在上我们的这个zoom,稍等一下啊 可以给他的那个PPT稍微换一下嘛,这样换他那个control 应该叫lina才lina 稍微等他一下,其实我觉得刚刚在等他的时候我先说一下,就是那个e-station 我觉得刚刚走的那分析特别好,就是关于我们这边,确实是你可以感觉到当地很多,像这种,尤其是IT 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城市,恐懒这个城市其实是挺挺多人一下就涌进入这个行业的 而且今天我们的那个呃,讲座也有来IT方面的人才啊,也是我们local的人才 因为很support的来参加team,team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啊,来参加我们讲座 对,其实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大机会吧,而且从bc省的现在政策来看的话 还是有挺多的偏向是在偏向于IT业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也是一个奇迹吧 OK,那我们现在连线到小蔡 Lina,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能听到,能听到 啊,你声音有点点小哈 嗯,你稍微 嗯,从这边画桶这里 对,对 OK,那我把这个就交给你 啊,你可以control ppt 吗? 嗯,我试试看哈 嗯,嗯 嗯,嗯 嗯,貌似不行吧 哦,可以可以,对,它只是慢一点而已 OK,OK,好,那我就交给你了哈 好的,哇,这个很高级啊,谢谢 哇,嗯 好,大家好,是我叫小蔡 跟介绍一下,其实呢 我是我们这个公司的一个成功案例 对,之前我们合作伙伴在这边的时候 我是这几年,我2011年过来 跟大家,好多同学一样是过来读书 然后呢,上完学之后拿工作签证 然后在学校啊,这时候就找到银行的第一份工作 然后后来跳槽跳槽 因为这边移民的要求很严格,对不对 就说在银行工作不能做teller 一定是要上升,然后再上升才可以 然后呢,到我申请的那个时候 我也是请了这个EV联盟这个公司 然后帮我看一下我的所有的材料 然后他们也是专业的律师 看完了之后,我才叫上去 然后很顺利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就拿到了 所以呢,先帮他们打个广告 我是一个成功案例 然后现在是拿到身份了 在大银行里面就可以做自己非常喜欢的工作 然后呢,现在开始就是纯投资理财 然后因为自己也是这么过来的 所以我的专长呢,是帮新移民理财 还有留学生,还有留学生的家长 因为这个方面 是好多就是老外的做理财的 他们都不太了解我们这个情况 其实我们这个时候是好多东西都是可以开始做的 好多东西都可以不用等 然后立刻马上就可以开始 然后学生时期投资呢 也是有非常多的好处 例如可以好长时间不用交税 然后慢慢的把自己的book建立起来 然后找个室友啊 来还房贷啊之类的 所以呢,这边就是我的联系方式和微信 大家在屏幕上 有需要的话可以扫一下 就加财神姐姐 对,外号财神姐姐的 微信有什么好处呢 我的朋友圈经常会发一些吃喝玩乐的 对,大家来Clona的时候看到这个小乡村 觉得很郁闷怎么办 然后就找朋友圈 里面吃货片玩乐片各种各样的好吃的 大家都可以去 然后呢,就是学习金融理财两方面 如果是金融专业的话可以找我 我这边刚好有一个15% off 就是大家考证书可以打折 我这边有我自己的折扣码可以分享给大家 然后呢,至于学习投资理财 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越小开始越好 而且现在这两天是非常非常的忙 因为这个出现了熔断 然后还有,这也是机遇和市场都并存的一个情况 对不对 然后呢,就是如果大家需要在大银行里面找工作 然后就是银行里面找工作 跟大家实话实说 那就是雇主的支持会比较少 但是呢,他这个打分还有工资 其他方面会比较方便 然后如果要找工作的话 可以把喜欢的工作发给我 简历也发给我的工作邮箱 这样子呢,我就可以帮大家来做一个推荐 然后下一页 对,然后我们是枫叶银行 是在中国最,就是在所有加拿大银行里面 在中国占比重最大的一家银行 然后呢,为了让大家来模拟 还有玩一玩这个投资 来实战体验一下 我们这个系统呢 可以给你10万的免费的加币和10万的美金 因为现在市场非常动荡 也是很多很多的机遇 对不对 这两天做空的会赚翻掉 然后之前,如果是投的时间比较久的话 还好,如果投的时间比较短的话 是非常考虑心理素质的这一块 所以呢,我们这边可以给到一个实时的市场数据 和真实的操作系统 可以让大家来体验一下 加拿大加币和美金投资是什么样的感觉 然后这个也是完全免费的系统 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 然后我自己的工作呢 是非常完整的帮大家做financial plan 然后有哪些部分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从你的投资的角度 然后规划退休的角度 然后是借款的时候 有时候有分两种 对不对 有的是比较好的贷款和不好的贷款 怎么样把不好的贷款转化成好的贷款 然后这都是非常有研究的部分 然后呢,我这周天的时候 还跟当地的注册会计师 在税务方面有一个讲座 然后也欢迎大家扫码加微信来听讲座 现在都是搬个小板凳 坐在电脑面前就可以听讲座 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 是,然后呢 还有就是通过房地产和我们的投资 结合起来来投 然后如果大家现金流上需要哪些帮助 我们这边也是一站式服务 都可以帮大家拼凑出完整的计划 因为在加拿大这边还有很重的一块 叫做保障这一块 是,就是,可能中国过来的 或者是亚洲都不太想谈这一块 就是关于遗产呀 还有资产的传承这一块 是,我们是非常完整的帮大家 把整个投资 还有生活财务现金流这一块 税务全部都帮大家规划好 然后,所以呢 就这两天是非常非常的忙 大概是分成了两部分 是美股也是从历史上出现了第二次的熔断 然后今天也是非常起伏 昨天是很奇怪的又弹起来了 所以呢 在这种非常动荡的市场的情况下 实际上也是存在了非常非常大的机遇 如果把握好的话 这是一个大洗牌的过程 就是资金的大把的转手 和市场上大量洗牌的过程 所以呢 也是在这种市场起伏的中间 想投资的话需要非常有策略 然后呢 我们也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 根据之前的经验 然后有什么天号 然后还有现在的这个具体情况 可以为您量身打造和定制一套合理的计划 然后来投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很主要的叫做管理风险 而不是回避风险 然后我们这边有 老板非常给力 把很多重要的文件都翻成了繁体中文和简体中文 然后大家如果想来看看的话 也是就扫码加微信 然后我们这边有应对市场起伏的五个永远不过 过时的窍门可以分享给大家 然后基本上就是这样啦 是谢谢大家 然后这边就是我的微信二维码 然后谢谢陆宁 好 谢谢 谢谢小菜 刚刚拿到这个话筒说话的权利啊 谢谢你的分享啊 那么我们现在接下来刚好啊 时间一卡的特别好 泡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我可以 我可以 OK 那我们现在接下来呢 就是一个问答环节 我们也回答一下之前 我们在这个group chat里面 带大家分享一些问题啊 我想你先请你回答一下 Gavin 这样子吧 我们先让我刚刚看到Gavin好像问到一个关于RNIP的问题 是吧 对对对 对 那我这样子吧 我们还是把话筒交给雨晨 雨晨呢 其实刚才呢 我们没有过多的介绍啊 雨晨呢 其实也是我们的 我们公司一个持牌移民顾问 他曾经呢 为什么需要让雨晨来回答这个问题呢 因为雨晨呢 曾经在科罗纳也生活了很久 他也是在去年吧 是留学生在这边 对 这边是留学生 然后去年刚刚跟太太一起搬回 搬到多伦多 所以呢 我会把话筒交还给雨晨 让雨晨给大家 让给雨晨给Gavin讲一下 刚才Gavin提到了关于RNIP的一些问题 好吧 稍等啊 我把话筒交还给雨晨 大家好 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可以可以 可以 好 Gavin你好 我是看到你说再读国际生的家属 在沃尔能工作半年以上 是否可以提交RNIP的申请 那么 首先呢 我们需要了解一下的是 这个 所谓的再读国际生的家属 他是在加 我要确定一下 他在加拿大是 持有工签在工作的吗 我把话筒给给到Gavin 我看到Gavin回答是暂时还没有 是这样子的 在加拿大工作呢 一定是必须要持有这个有效工签的 那么至于今后如何申请工签呢 是可以通过RMA的形式让雇主申请海外劳工的资质 然后给申请人再申请工签 这是这是其中要有一个工签的申请要求 但是我们这里简单说一下 沃尔能的RMP的要求呢 并不并不并不是一定强制的申请人必须要在 沃尔能工作过 理论上来说申请人如果没有在沃尔能上工作过 他只要满足了英语CLB五分以上的要求 有相关的工作经验 有雇主在这边给他提到赵包法 他是可以满足申请的要求 但是在这里边满足了申请的要求 并不代表这个申请人 他就可以受邀 就可以通过这个项目 就是得到当地沃尔能这个移民部的审批 就可以申请PR 这个并不是这样的 因为它是像我们之前说过 它是一个打分的系统 它的具体的分数呢 是满分100分 但是要得到65分以上才可以 那打分的系统 来说如果申请人没有沃尔能的工作呀 或者是居住啊 等等的条件呢 那它的分数会非常的低 但是在这之前 我们想先了解一下 你说的这个申请的申请的家属 他在沃尔能是 就是他是否有一个潜在的雇主 愿意给他提供一份全职的工作吗 他现在也没有潜在的 对是这样的 以前我相信Gavin的问题呢 应该肯定就是只是很general的问题 而并不是说需要我们在线上给他做一个咨询 那么我们还是就Gavin的这个问题呢 就Policy方面呢 给Gavin一些指引就可以了 我相信Gavin如果之后呢 愿意有什么问题呢 Gavin也会跟我们直接联系 以后不可以跟一对一的咨询的appointment 嗯嗯嗯嗯 好的 我那那 嗯 之后还有那个Hanna的问题 他有问到说 瑟尔宇晨你要你要再跟Gavin说什么吗 呃 我我我我是我是需要 我是需要和Gavin只是简单的要 要跟他说一下 就是说一定要确定申请人 就所谓的这个家属啊 他一定是要有足够的英语能力 也就是说最低英语要达到 CLB5以上的属性 包括呢他如果说是要要找到钱 呃就是说要找到潜在的工作啊 要确保这个工 要确保生产人本身在国内曾经有过三年 至少有三年以上的就是这个相关的 同样的一个工作经验 然后包括包括这个雇主方面也需要达到 我们之前说的一些要求 就是在Warner至少要运营超过两年以上啊 有三个这个全职人物呢 当然具体的情况呢 就是要根据申请人自身的条件 还有就是说所要寻找的这个工作 雇主的条件等等 就是我们会稍后就是线下以后 会做一个一对一的评估来了解更详细 那么在这里就就是说 要暂时进步详细的展开介绍 然后呢这边还有之前 Hanna问的一个也是BC官员BC省人啊 她说如果要是在AB省毕业的话 那来Kolona找工作申请移民 一定要找专业对口的工作吗 这个是BCP&P的移民是没有要求必须要专业对口的 但是呢我们要看申请人 他自己曾经上学学的什么专业 然后在这边所从事的工作 如果是一般比较general的 没有一些技术方面 没有一些特殊的license 或者是这些要求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是如果是说他只是 如果说他申请人需要做的是达到的一些管理层的工作 如果他一上来就直接做这个工作 那么在申请的时候 移民官或者BCP&P的这个审核官 他们是需要申请人还有雇主提供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 为什么申请人可以从事这份工作 或者从事这个 或者可以从事到一个管理层的职位 那么需要根据申请人 如果说他曾经在读书的期间 曾经有过其他的就是这个打工的经验 或者说他来来BC之后 他一开始的时候做的 现在是一些低级的工作 做了几个月之后累积的经验 然后把它提升成更专业的 更往就是这个管理层方面的工作来去做 那么这样是合理的 那我总结一下 雨晨刚才回答的问题 就是对于Gavin提问的问题 那么答案是没有 那么至于说具体做的什么样的工种 什么样的工作 那要根据每个工作 每个工作自己不同的要求 我们要综合来判断的 而不是简简单单一句话 或者是一个文件就可以来证明的 对 然后呢他还有问 还有一个是Gavin很问到一个 关于收购部分的问题 可能收购饭店或者是小店铺 对 当时Paul应该是在讲 企业家移民的时候 他就说 就是那个企业 企业家项目的时候 我看到Gavin的问题了 对 收购货入股企业 这个企业包括餐厅或小店铺吗 是可以 是可以包括任何的 包括任何的这个商业 都是可以的 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收购什么范围 那么取决于你自己的经验 你能够胜任什么行业 而绝对没有任何的要求 对 由于时间有限 我们今天还是就挑几个问题来回答吧 我们不能说每一个人的问题 我们在这里都回答到 然后我们还挑几个问题 我看到Hanna有问题 如果在AB省毕业 可以来BC找工作 或申请移民吗 一定要找专业工作吗 刚才雨晨应该已经回答过了 回答过了 对 然后 基本上就这个 还有一个就是Hanna说 这个移民 申请移民要多久 然后可能还有一个是给Joanna的问题说 申请移民期间可不可以买房子 OK 申请移民多久呢 这个因而异 有些人呢 需要到BC先工作一段时间 才能递交申请 有些人呢 可以在境外 或者是在省外 直接递交申请 而且不同的项目呢 有不同的流程 这个呢 就是全加拿大可能70多个项目吧 就有70多个审理时间 所以这个呢 要根据你自己的 申请哪个项目 来综合来考量 那么具体说 申请移民期间可以买房子吗 理论上是可以买的 但是呢 具体买房子 具体细节呢 您可以会后呢 可以跟Joanna直接来联系 看一下有什么 这个她能帮到您的 Joanna已经ready要回答问题 可以把话筒给她一下吗 OK Hello Hello Hena 你好 所以在您办理移民的期间的话呢 我们会 就是建议您先跟 EV国际的工作人员 先就是好好商量一下 到底大概一个时间表 timeline是什么样的 不建议就是 其实不太建议就是买房 因为如果买房 然后移民可能又会延期的话呢 那你这个海外买家税 是拿不回来的 20% 在Kelona和西Kelona 那么比较保险一点呢 就是在Vernon地区买房 像Vernon Penticton Summerland 还有一些Simon Arm Armstrong 这几个城市的话呢 都是没有海外买家税的 所以在这几个城市买房 您任何时候买 都没有太大的顾虑 好谢谢 谢谢周安娜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想要再咨询 我们几位顾问 或者是说 我们几个嘉宾 有什么问题想问的 当然大家刚刚也有说到 他们的联系方式 你们私底下 就是我们的讲座之后呢 你当然还可以再去问他们 我现在就再把话筒给到泡吧 OK 我这边再没有问题 主要是看看大家 对我们刚才所有人的讲座内容吧 或者是有什么问题 那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呢 我就会把话筒最后呢 再交给陆宁 OK 好 大家既然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那我们的讲座就完结洒话了 很高兴大家能来啊 还有几位朋友 还一直在过程中 在问我 啊 我上不去zoom 然后也是很新颖的一种方式 跟大家见面 那我也很期待 我们后面会有更多的讲座 带给大家 然后分享更多的讲座 就是移民方面的知识给大家 嗯 那就再次感谢所有的主讲人 还有我们的嘉宾来参加我们的讲座 那我们就先这样 然后我们现实生活中 然后或者是以后现下再见 啊 好 那就这样 再见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